Baby Bus 危险的冰面 好冷啊 糟糕 河面上有人在玩 太危险了 快去看看 太好玩了 我知道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我带你去吧 好啊 糟糕 我被卡住了 小雪牛 救命啊 危险 救命啊 冰面裂开了 快离开这里 可怕了 结冰的河面随时会裂开 非常危险 不可以在上面玩 不知道了 糟了 小鸡哥哥和弟弟还没上来 什么 他们刚才好像好去那边了 他们不会掉下去了吧 毒兵 快去救人 大鱼大鱼快上钩吧 哈哈哈 真好玩 我的鱼 喂 你们把我的鱼吓跑了 可恶可恶 小鸡哥哥 小鸡弟弟 他们会往哪边去呢 找到了 小鸡哥哥 危险 危险 快离开河边 小心 快帮帮我 可恶 又来个捣蛋的 快把鱼还给我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企鹅先生 你有看到小鸡兄弟 从这里过去吗 哼 那两个捣蛋鬼 往那边走了 糟了 河面的裂缝 越来越多了 我们快追 真好玩 好多鱼啊 这边不是更好玩 我们跟着鱼走吧 好玩 怎么回事 快点小心 糟糕 冰冰裂开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快跑 快跑 快走 不要掉下去了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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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有人呼救 在那边 快 灵力 請 救命啊 快救人 别怕 我们来了 救命啊 快抓紧我 快抓住 我们回不去了 糟糕 那边是瀑布 危险 快离开这里 小心 多边 赌兵 毒兵 有了 抓紧了 小心 好难啊 我们再也不去冰冰上玩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千万不能去结冰的河面玩耍 因为冰层的承重力 用肉眼无法观察 看似安全坚固的冰面 其实隐藏着危险 一旦冰面断裂掉进冰洞当中 不仅会冻伤身体 还会有溺水的危险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结冰的河面哦 喜欢我们记得点这里按赞哟 神秘摩托车 哦 绿灯了 红灯停 绿灯行 天哪 波托车上怎么没有人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我刚才过马路被一辆幽灵摩托车装飞了 什么 幽灵摩托车 我们马上到 人呢 我在这儿 吓死我了 还好我的隐壳保护了我们 穿山甲先生 是你报警的吗 是啊是啊是啊 我被一辆串红灯的摩托车撞了 那辆摩托车居然没人驾驶 一定是幽灵摩托车 太可怕了 幽灵摩托车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放心吧 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首先 我们得先找到这辆摩托车 是 只要有车辆经过 一定会留下痕迹 前面有水坑 这是汽车轮胎的痕迹 这是 摩托车轮胎的痕迹 我找到线索了 哦 他一定 是往这条路走了 追 快看 啊 难道 真的有幽灵 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幽灵 在那儿 开进箱子里了 追上去 可恶 可恶 他跑不了的 他跑不了的 可恶 警察 乌龟爷爷 可以帮我们追上那辆摩托车吗 没问题 抓紧出手 走 乌龟爷爷到底能不能追上啊 等着瞧好了 我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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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屁股好痛啊 这是在哪儿 幽灵摩托车 停下来 原来是变色龙 危险 太可怕了 变色龙 你违反了交通规则 请你接受处罚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红绿灯是指挥交通运行的信号灯 红灯表示禁止通行 绿灯表示准许通行 黄灯表示警示 无论是驾驶车辆的司机 还是路上的行人 都要严格遵守红绿灯的指示通行 不然很容易出意外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哇 犀牛弟弟被抓走了 柳丁 香蕉 坏了一半的苹果 哇 喽不喽的警长 你太厉害了 这没什么 我还闻到 你已经有三天没洗澡了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 过来帮帮我们 怪兽 小朋友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到 拉布拉多警长 你们说 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 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 我们一起玩种蜜蜜 可是后来 我们找了好多地方 却怎么都找不到它了 听奶奶说 有个怪兽 专门抓不爱干净的小孩 小犀牛弟弟的脚那么臭 我们觉得 它已经是被怪兽抓走了 小朋友们 世界上是没有怪兽的 等等 你说它有脚臭 这可是重要线索 我们寻找脚臭 也许就能找到小犀牛弟弟 叫臭 我闻到了 太臭了 我闻到了线索的味道 我闻到了线索的味道 什么呀 原来只是臭鞋子 我肯定 小犀牛就藏在这里 小犀牛弟弟别担心 警察叔叔来救你了 警察叔叔来救你了 发生什么事 your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们以为你被怪兽抓走了 我们以为你被怪兽抓走了 刚刚捉迷藏的时候 我觉得躲在柜子里 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可 可是里面又黑又门 我想要出去 门卷追不开了 好可怕呀 小犀牛弟弟 捉迷藏食躲在柜子 是很危险的哦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哦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捉迷藏食要小心 不能躲在柜子或者箱子里 以免缺氧昏迷 也不能躲在沙发下 或者夹缝中 以免被卡住 更不能躲在楼梯或阳台 以免跌倒坠落 我们绝对不能 藏在危险的地方哦 外星飞船事件 小犀牛弟弟 快来放风筝啊 待会儿给你看个超酷的风筝 外星人 救命啊 救命啊 犀牛弟弟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犀牛弟弟被外星人抓走了 快救救他呀 什么 外星人 快看 难道真的有外星人 这里面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快追 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走 外星人也不例外 气球 快来买气球了 去 鞋子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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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打 快放下犀牛弟弟 外星人不见了 可恶 被他逃走了 风筝的线盘 难道 那个不是外星人 是风筝 难怪会跟着风向一直飞 天哪 原来是这样 我们必须尽快追到风筝 救下犀牛弟弟 我是小蝶 小蝶 我们需要直升机的支援 收到 小蝶出马 一个敌人 快 上来 沿着风吹的方向 快追 没问题 看我的 天旋地转 一飞冲天 在那边 真的是风筝 救命啊 救命啊 犀牛弟弟 要撑住 我们马上来救你 救命啊 救命啊 有机会 能不能救命啊 喊 拉不拉多警长 我们没事 大风筝太可怕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飞上天的风筝力气很大 要和大人一起放 千万不要自己独自放大风筝哦 放风筝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不要被风筝线缠住或绊倒 另外 风筝线很细 要戴好手套 避免被割伤 大家踢住了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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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